当然了 知识不可不知道的马来西亚奥特莱斯推荐 第一 Johor Premium Outlet 也俗称JPO 拥有130个设计师的品牌 并且每天最多可以省65%的费用 这个地方值得大家一逛 该店面向本地和国际游客 地理优势 位于云顶名胜世界和新加坡圣陶沙的名胜世界之间 你可以找到Bruberic Rockport Gucci等品牌 店内也会有餐厅 因此你可以在这里购物休闲之余 还可以休息一会 第二 也是我们常常去的 Genting Highland Premium Outlet 借鉴JPO的成功经验 Premium Outlet的品牌 虽然显得扩展到云顶高原 这家商店拥有高达150个品牌 比JPO有的记录更加高 你可以找到很多品牌 包括了Kervin Klein Gas Uma 和Michelle Kord 在内的品牌 第三 Mitsu Outlet Park KLA 想在吉隆坡的国际机场 KLA消磨时间吗 那么就对了 你就可以直接前往 Mitsu Outlet Park KLA 那里提供高端的品牌的淡季产品 折扣呢 从30%到70%不等 他们还设有日本的专卖店 您可以在这里打发时间 并且认识 关于日本的文化 和各种产品 感到疲惫吗 那你们就休息一下吧 到商店里的咖啡馆里 用餐 或者是喝个饮料吧 第四 Freeport 当您访问马来西亚 A-Farmosa的Freeport时 这时你可以享受高达80%的折扣 它们有70多个分店哦 覆盖时尚 运动 配饰类碟 这是一个不同的购物中心 因为它是露天的 还设有一个湖泊 甚至有一个旋转木马哦 该建筑让人想到了 马六甲的荷兰遗产 那里的品牌包括 Nike KLAQ FUMA 等等 第五 就是Design Village Pinning 你们有听过吧 槟城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奥特莱斯购物中心 位于朱家湾 Badukawan 距离南北高速公路呢 约5分钟的路程 据说啊 它是一个马来西亚最大的奥特莱斯购物中心 占地4万平方英尺 您可以找到本地的和国际品牌 以及高档的高阶品牌 共有150间的商店都设在热带的花园氛围当中 好了 大马来知识 你们通常在哪一些奥特莱斯分店消费的呢 在评论期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见吧